- 嗨 大家好 -嗨 欢迎来到炭歌杂谈室 - 今天很开心我们又回到炭歌音乐节的访谈节目 - 那我发现后面的讲座跟音乐会 - 瑞兰老师邀请了越来越多很特别的音乐家 - 来到我们炭歌音乐节的音乐会或者是讲座上面 - 所以会碰撞出很特别的火花 - 所以今天呢 - 今天是我们10月25号 - 还有另外一场是11月4号的音乐会的两位主角 - 所以邀请Alvin跟泰威老师 - 两位老师好 - 大家好 - 大家好 - 那老师们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 - 我叫泰威 - 然后我是唱片老人 - 唱片老人 - 那为什么叫唱片老人 -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旧的载体 - 譬如说黑胶唱片或黑胶唱片的前身流声器唱片 - 也就是黑胶的爸爸或CD的阿公 - 那种时代的唱片 - 所以我就称之以为唱片老人 - 就是我很喜欢老录音 - 对黑胶比黑胶跟唱片 - 反正更老一点这样 - 对那个时候的唱片是叫做78转唱片 - 对然后是用手摇的 - 不插电的 - 对 - 所以我们在10月25的那一天的讲座的现场 - 我们就会带一台百年的手摇的流声机 - 然后也会播放当时的唱片 - 对那预计有五首歌 - 所以因为我自己听了逆时针三分钟呢 - 就觉得 - 非常的感动 - 然后也会觉得他里面的巧思 - 好像跟我们百年前的音乐人 - 有一点类似的地方 - 所以我就很想要从这个里面 - 我自己是歌迷 - 所以就很多的问题想问 - 基本上是一个歌迷的态度 - 去跟大家做分享 - 感觉到现场会不是泰伟老师在讲 - 而是泰伟老师一直问问题这样子 - 对 - 那希致老师呢 - 大家好我是陈希致 - 我是纯粹探歌乐团的团长 - 那我们这次这张专辑 - 逆时针三分钟就是 - 就是运气很好 - 也拿到两座传语金曲奖 - 那我们这个专辑是跟一些台湾老歌 - 改用各种探歌音乐的形式来做重新的改编嘛 - 那我们改编的时候有想到这些台湾老歌原本想表达的东西 - 也有想到探歌音乐表达这些情绪的一些惯用的一些方法 - 所以我们编曲的时候有使用到这些东西 - 那很高兴可以跟泰威雄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 上次跟泰威雄聊就觉得意犹未尽 - 尤其是非常期待现场听到那个老唱片的那种感动 - 所以刚刚泰威老师还有希致老师都有提到 - 密时针三分钟这张唱片 - 那这张唱片我也听了好多遍 - 因为把我们台湾的老歌跟探歌的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 密时在一起 - 那上次也有跟希致老师聊过这张唱片 - 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那个第几集的内容 - 那我觉得这张唱片很拉近台湾人对探歌的想象 - 因为上次希致老师有说有用类似情绪的 - 或者是完全相反的情绪来remix的台湾的歌曲 - 跟阿根廷探歌的歌曲 - 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 - 那刚刚泰威老师有讲到说 - 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很感动 - 可以再多聊一些吗 - 相较于主持人刚提到就是从 - 我觉得我的角度好像跟主持人刚好相反 - 就是主持人听起来好像是比较是 - 我们从这张专辑里面 - 因为我们是台湾人 - 所以听这张专辑里面好像理解了 - 我们本土的这些音乐 - 然后跟国际之间的连结 - 那我刚好相反了 - 因为我觉得我们近一代的人 - 因为其实身边的西方的音乐 - 其实是比台湾传统的音乐还要多 - 所以我觉得反而有一种是 - 我好像透过我们平常会听到 - 听到了这些音乐啊 编曲 - 然后去听到当时台语流行歌的不同的面貌 - 对这个角度也是完全不一样 - 对 然后所以我 - 因为我在这个聆听旧录音的这些岁月来 - 我其实非常享受了一件事情 - 就是当年的音乐人他们怎么想象音乐 - 就跟刚西子提到的 - 他们要做这个音乐他们的初衷是什么 - 然后他们的原始的面貌是什么 - 然后当他们面对这个面貌 - 他们想要重新编曲 - 然后重新魔术的那个过程 - 他们又会拿走什么 - 然后舍弃什么 - 就是这个是我 - 我听了逆时针三分钟之后 - 然后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 - 就是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 - 就是隔了一百年 - 然后我发现我不知道 - 到时候我们在讲座里面 - 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 - 西智会不会有一种 - 哇一百年前的兄弟出现的这种 - 这种惊喜 - 对 - 我现在看讲座预计要播一些歌 - 其实西智老师是 - 还不一定有听过这些歌曲 - 什么 - 哇很多我都没听过 - 非常期待 - 而且我们讲好 - 我们讲好就是不要套招 - 就是我们也不要告诉大家 - 告诉大家 - 告诉彼此我们之间 - 我们中间要放什么音乐 - 然后我们就现场直接刺激 - 直接反应直接回答 - 即使先 - 反正是 - 即使先列出来也没有办法先套招 - 因为我在YouTube上面很多首我都找不到 - 对因为其实这些音乐都算是失传了 -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就是说我鼓励就是10月25要来 - 要来现场看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先去买这张专辑 - 因为我觉得有这张专辑的底 - 然后我们再重新去认识 - 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从现代人的眼光了 - 因为其实就是现代的音乐人 - 然后从一个顶尖的台湾的音乐人 - 现在的音乐人 - 然后渐渐的我们往年代逐渐往前推 - 然后我们看看100年前的做法是什么 -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 - 我就非常非常想要知道西智对以前100年前的音乐的这些看法 - 对所以才会列的这些 - 因为其实逆时针三分钟它有更多的曲目 - 可是这一次我们大概只列了五首嘛 - 我记得是有九首嘛 - 那我们列了五首 - 对就是说我觉得西智的这个做法 - 然后他的想象 - 我觉得有一些是可以跟古代的人去做一些PK的 - 譬如说像思想起 - 思想起好了 - 就是说他以前是一个两瓜 - 然后这个两瓜他又是跟陈达这个老前辈有关嘛 - 那当然有很多的小朋友们 - 他们是从教科书里面听到思想起 - 那每一个时代的人听到思想起的感觉都不同 - 那1933年他们在录音的时候 - 思想起又对他们来讲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 对我们来讲现在当然是类似像民谣 - 像两瓜 - 那我就会觉得说像 - 像我在专辑里面听到的 - 今夜思想起这首歌曲 - 就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很深刻的香愁 - 可是他的 - 他又不会表现得很悲苦 - 就是他用一种很新香的一个面貌 - 让我闻到一个新的味道 - 可是他里面的旋律都好像是有一点点 - 我就会回想到好像是我阿嬷家的一个 - 譬如说三合院的景色或者是什么 - 那个画面就会突然间跑出来 - 哇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乐团的钢琴家 - 陈亦兰编的 - 那他如果听到你刚讲这个 - 他也会出现知音了 - 他确实编曲的时候脑袋就是在想 - 小时候外婆家三合院的很多场景 - 确实是这样 - 哇 太神奇了 - 因为我听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 所以我要再回到30年代的老唱片来讲 - 其实30年代那时候台湾文化协会 - 就是包含有很多知识分子 - 他们会去抨击台湾有一些比较传统的 - 寡戏啦戏剧啊什么等等的 - 那所以当时的文生唱片公司呢 - 他们就做了一个东西叫做新剧 - 或者称为文化剧 - 要去把本来旧的这个传统的东西把它换掉 -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 他们就全新创作了 - 所以我带来跟金夜思想起这首歌PK的 - 就是当年他们做了一个剧 - 短短的一个剧只有三分钟 - 其实应该是说整个剧更长 - 但是我们中间取了一段三分钟的影片 - 音乐 - 然后在这音乐里面呢 - 他们也置入了思想起这样的旋律 - 在这个剧里面 - 所以我们就要去联听那个片段 - 看就是现代的做法跟古代的做法 - 可是我觉得那个因为中间有很多的差异 - 年代的差异 - 然后听众的差异 - 然后技术的差异 - 录音科技的差异 -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想象会跌破我们的眼睛 - 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难听 - 我不知道 - 你们可能会觉得难听 - 也许会觉得很好听 - 这个真的非常有趣 - 嗯 - 讲座那天选的台湾的歌 - 差不多193几年 - 几乎算是跟探哥平行年代 - 所以同样时空 - 但是在不同地点下面 - 这样子的比较是蛮有意思的 - 对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比的东西 - 那个时候从大概1900到1930 - 等于台湾是开始进入日志时期 - 然后他说对台湾音乐很重大的影响 - 其实是西化的音乐教育被日本引进台湾了 - 所以台湾的那些受到这些西化音乐教育的音乐家 - 他们去思考 - 那我要怎么样写出属于台湾人的音乐 - 而在他们之前就是刚泰文兄讲的 - 像思想起这些的两瓜 - 对我来说那些歌像是《银游诗人》一样 - 就是透过这些旋律在记录当时 - 或者是他们的先人的一些情况 - 但是对于这些台湾第一批接受西化音乐教育的音乐家来说 - 他们变成要从这个 - 算是一个基础吧 - 但是他们要走出一条新的路 - 就是后来像我们现在的人听到那个时候 - 他们创作出来了 - 就觉得哇 这就是代表台湾的音乐 - 那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 - 他们是很不简单 - 因为他们在那个环境下 - 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 并没有被像日本风格给吃掉 - 他做出了台湾自己的风格 - 其实这些老哥是很感动的 - 那就可以类比东西很多 - 像刚刚维伦讲到那个时代的阿根廷 - 那个等于是阿根廷那时候从1870年一堆移民移进去 - 就是变成一个移民社会 - 然后一大堆的复杂的种族情感文化在里面在那边交织 - 到了1930变成一个成熟的状态 - 迸发成一个当时炭歌黄金年代 - 那台湾那时候算是这些音乐家 - 迸出了台湾的第一个黄金年代的属于自己的作品 - 这两边的作品要表达的都是当时人民的真实的情感 - 前几年国美馆他们也有一个策展 - 也是差不多1930到1960年间 - 台湾的诗的创作跟绘画的创作 - 所以也是一个在同样时空 - 但是不同地方 - 也是一个不同的艺术的展现 - 就是真的看到 - 好像在那个时代下面 - 全球的人民都在经历一场 - 属于自己的挣扎与苦难这样子 - 会看到很多的感动 - 有趣的 - 对真的很有趣 - 那想问问泰威老师 - 因为在泰威老师的那个简介里面 - 说借由这些唱片可以发现旧时代当中隐藏在地下社会中 - 不单纯的情色也是 - 那泰威老师在泰歌音乐里面有发现 - 类似的现象吗 - 应该是说 - 我们这一次在讲座里面提到的都是比较正经八百的啦 - 但是如果假设我们只纯粹看30年代的这个录音的这个过程的话 - 会发现他们有隐藏很多东西在里面 - 那这些东西不见得会被禁啦 - 譬如说当时有一首歌曲叫做十八摸 - 那十八摸就是一个男生要去摸一个女生的十八个地方 - 摸一个地方他就要唱个两句 - 那譬如说他就从头开始摸 - 先摸到头发 - 然后他就唱说 - 哇小姐你的头发桂花香 - 太香了 - 然后充满女人味干嘛干嘛就先唱一段 - 然后再摸下来摸到额头 - 小姐你的额头方圆 - 好命人一辈子安康顺遂有福气 - 然后他就会开始慢慢摸下来 - 对但我猜唱片公司他 - 因为后来他只录到第十二摸他就没录了 - 怕摸到太下面就会太奇怪 - 他就没有录了 - 这样一首歌唱了多久啊 - 他总共唱了大概 - 大概是六分钟左右 - 那蛮长的 - 这样一面唱片录得完吗 - 一面唱片其实只有三分钟 - 因为他是黑胶唱片的前身的那种更老的唱片 - 对所以他大概就是录两面 - 对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 - 那个时候在1930年代就台湾的报纸也好 - 然后私人的杂志也好 - 都很流行美女选举 - 那会来选美女的人呢 - 大部分都是异旦 - 然后也会有一些舞女啊 - 什么什么他们跑出来选 -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公认的 - 脱影有出的一个选美状元叫做佑良 - 那他们在录这个十八摩就找佑良来唱 - 女生的部分 - 然后找另外一个男生跟他一起对唱 - 所以那个现场就是 - 就是那个录音听起来就是一个 - 你也不能说他隐晦 - 因为他的歌词其实也是蛮素雅的 - 对但是你就会知道说他隐藏一种 - 特别的一个情愫在这个歌里面 - 在讲到那个金庸 - 金庸的录顶记里面有写到十八摩 - 应该是类似的小曲 - 应该是类似的 - 可是如果是金庸那个录顶记 - 算是清朝嘛 - 那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旋律上会不会有相似 - 但是我觉得歌曲的情境说不定是有 - 据我所知有很多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有这个十八摩 - 其实客家有客家的十八摩 - 然后北馆的小曲有北馆小曲的十八摩 - 那录顶记因为也许在各个不同的文化里面 - 它们都会有这种类似的传唱或是挪用的这个情况 - 所以我相信它们应该是有连结的 - 这个就是很民谣的一面 - 对 - 还是自古以来男人都一样色 - 所以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 不管哪个国家都一样 - 或者是比较豪迈 - 也是啦 - 很贴近我们的生活中的人性的部分 - 对啊 - 然后其他还有很多跟琴瑟有一点点关联的 - 譬如说当时的一旦会出很多的录音 - 或者是说那时候直接有借嫖歌 - 要去嫖妓 - 哦 - 对 - 譬如说它里面写的很直白 - 然后它说你如果去嫖妓的话 - 你会得灵病 - 会得美毒 - 它在歌词里面直接这样唱 - 这边又变成政治宣导了 - 对 - 变成希望健康教育的这种概念 - 泰哥有一些歌也有时候歌词也是写的蛮直白 - 但是通常也都是在说男生对于女生的欲望这样 - 还好我们听不太懂 - 拉丁人这部分是蛮直白 - 可是我觉得Tango的话 - 可能就是说他在跳舞的过程 - 因为男女的关系很近嘛 -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有些文献 - 三零年代有很多人就是不希望人们跳舞 - 那跳舞的原因 - 不希望跳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 一心之间会靠太近 - 对 - 所以我相信Tango他可能 - 如果是从三零年代也好 - 一路发展起来 - 我觉得他可能也还是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 - 很强烈的肢体碰触的感觉 - 确实 - 确实 - 那个像 - 刚刚泰文兄讲到 - 以前那个台湾 - 就是那个很多异旦会出来选美的那个时期嘛 - 然后探哥刚开始也是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小酒吧里面 - 小酒馆 - 然后一些美丽的舞女在里面就是跟一堆男的这样子跳舞 - 用这个来赚钱嘛 - 那对那些男的来说这是他们情绪情欲的重要出口这样子 - 然后这样子的东西流行到了欧洲非常受欢迎 - 可是像英国的贵族就不喜欢男生女生上半身贴那么近 - 脚都乱七八糟的 - 看起来就觉得 - 所以他们就制定了自己的探哥 - 就是现在所谓的国标探哥 - 你看男生女生上半身变成完全分开 - 贵族的角度 - 制定了一个算是一种运动或游戏吧 - 这跟从民间自然产生的阿根廷探哥 - 你看就会展露出那个人民真实的那一面 - 这个就那两个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 哇太有趣了 - 真的很好玩 - 对啊我都开玩笑说 - 英国人觉得阿根廷人上半身靠在一起太下流 - 所以他们就改成下半身靠在一起 - 很好玩 - 对啊 - 那个一路上的演变 - 我觉得尤其台湾人的弹性 - 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 很容易可以把他们改成 - 把外来文化改成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这样 - 对啊你看台湾的历史 - 其实就是这样啊 - 生命力很强大这样 - 对啊 - 然后荷兰那个什么 - 那个就是西方的殖民 - 然后变日 - 变清朝 - 然后变日本 - 然后变国民党 - 就是台湾就是像海绵一样 - 这样子可以一直吸啊 - 嗯真的是很厉害 - 那两位老师有特别喜欢哪一首台湾的歌曲吗 - 台湾医生 - 呃我自己很喜欢我们 - 我们经常在讲座放的《独伤心》这首歌曲了 - 因为我- 伤心 - 对就是独自一个人伤心的独伤心 - 因为这首歌曲是我自己发现 - 呃大概在30年代初期 - 然后台湾很明显的使用Tango - 把他放在台语流行歌里面的一首作品 - 然后呃我自己 - 其实是这样啦 - 就是我们之前跟瑞兰在聊天的这个过程 - 呃他回到台北的时候 - 然后我们有见面 - 然后他一直跟我讲说 - 诶那个你传那个声音档案给我 - 然后跟我们现场直接听流声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 因为他从流声剂里面听到更多的细节 - 然后他会觉得那个这首歌曲呢 - 直接好像在现场听更狂野 - 狂野哦 - 狂野狂野 - 对所以就是就是 - 呃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是因为 - 呃这首歌曲他虽然 - 他的本体的主旋律还是一样用五声音节 - 但他的配器啊伴奏什么各方面都非常的Tango - 那他的演奏的团呢 - 其实不可考 - 但他们在日本录音 - 很有可能是日本的乐视来伴奏的 - 可是这首歌曲就让我们听到一个 - 当时台湾的不同面貌 - 就是好像你会发现 - 你如果纵观当时很多的流行歌来讲 - 不管他们用华尔滋 - 然后用Tango 用弧布 - 去做这样的节奏 - 可是他们都还是会保留某一部分 - 的他们自己 - 在他们的灵魂里面 - 通常都是主旋律 - 或者是主唱 - 他也会唱的比较台湾味 - 当时台湾最红的流行歌手 - 叫做纯纯 - 他本来是唱歌仔戏的 - 所以他唱流行歌的时候 - 其实是会有歌仔戏气口 - 那我觉得群众的喜爱 - 当然就会推出一个当代 - 很自然而然的一个代表 - 一个天后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 那当时纯纯 - 他用这样的声枪 - 因为其实录流行歌的人很多 - 也包含受过严格的女高音训练的女高音 - 或者声乐训练的女高音 - 或者是说他们也会找一旦来录音 - 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可能是 - 演新剧的一些演员 - 可是脱颖而出的竟然是 - 他的歌声里面 - 这些声枪里面带有台湾的哭腔 - 带有台湾的quick号的这些歌声 - 所以我自己觉得 - 常常从30年代的录音里面 - 看到他们就在寻找自己 - 就是我很喜欢 - 历史三分钟的一个原因 - 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 - 然后他们也有国际 - 就是好像那个眼光 - 它是跳跃的 - 然后它是很弹性跟很自由的 - 那无论 - 因为其实100年前的录音 - 它其实没有办法像现在的录音那么自由 - 它就是必须每一次就要录在三分钟里面 - 你就算是你要录很长的歌剧好了 - 你的涌探跳 - 你一定也要限缩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 因为它到了时间 - 它就要换面了 - 所以还有很多 - 那个技术上面的一些限制 - 比如说他们某一些 - 这些乐器就很难入进去流声纪里面 - 然后表现出来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好 - 可是从这些局限里面 - 你还是可以发现他们很想要做实验 - 很想要保留他们自己 - 然后也很想要跟外国做连结 - 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看到 -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放来 - 寻找自己的北部单 - 因为我觉得原版的那个北部单 - 然后跟 - 念十三分钟里面的北部单 - 然后再来对比读伤心 - 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 - 我自己 - 然后还有一个我看出去的世界 - 这种感觉 - 对 - 所以就是 - 就是跟大家讨论这一个 - 我在脸书上面有找到一个 - 叫做台北1932 - 他就有放读伤心这个版本 - 那他写发行公司 - 诸诗会设太平迅音器 - 老师讲的就是这个版本吗 - 对对对 - 台北1932是我的粉专 - 好 -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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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直播剧场——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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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回大堆天荒林 大荒那肖那我一心本来呀 荒荒林 但是刚刚泰伟老师有提到说 读伤心听数位跟现场听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10月25号 大家一定要去现场听两位老师的讲座 所以我们这个讲座最有一个最特别 就是记得泰伟老师他会带一台百年前的算流声机 是吗 对 用爱发电 手就好了 没有爱没关系 有爱 等下有爱然后才转的动作可以把手 对 那老师突然想到这个转的这个速度会影响 那个唱变在转的速度吗 不会唱片在转固定是78转 那手摇的话是把那个动能储存在里面的发条 那好酷哦 对 那我可以提早转完然后他会一直继续唱下去这样 对他只会大概三分钟左右 因为一首歌三分钟左右他就会停 嗯 然后停的时候你要再去手摇 再翻面然后再放下一首 那这样如果我要听三分钟的歌我要摇多久 大概摇二十几圈 二十五圈就够了 二十几圈 所以大概一分钟可以完成这样 不用啊 不用那么久了 转很快啊 转很快啊 对 完全没有那个那个经验这样 好酷哦 欢迎你们来到现场 哈哈哈哈 所以是一个你得要先付出才听得到到音乐的机器 当教育我们用一根手指头 我们就可以听见全世界的音乐的这个时代 听流声机真的非常的麻烦 因为你要手摇 然后你每听一首要换一根唱针 然后你要用双手拿好唱片 因为掉下去他会睡成片片 当时的才会很容易睡的 然后你把它放上去之后呢 你要再把唱针放下来 然后你还要有一种心情进入那个歌曲 其实那个仪式感跟我们现在听数位的音乐是完全不同的 好浓哦 哇那真的会很珍惜每一首歌 对啊 而且他像蜡烛一样 他每播放一次 他都在耗损在磨损 因为唱着要去读取那个唱片上面里面的音轨 所以基本上每一次听声音都会有点不一样 都会有点耗损 对香港有一个主办人 他有一次也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因为全世界只剩下非常非常少的炭歌底贼 是用黑胶唱片在放舞会里面的音乐 那他也有跟我们解释说 那个勾 因为唱片就是靠勾槽跟唱针的震动产生的声音 那但是在这样震动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耗损 所以其实一张唱片可以听的次数是有限 所以愿意拿这些黑胶唱片到舞会里面 放这些音乐给我们舞者听 真的是你今天要非常感谢这位DJ的牺牲与奉献 真的 嗯 对对对 好那我们的他开始到最后 那想要这个系列有一个固定的问题 想要问问两位老师 像像我跳炭歌跳十几年了快20年 那希致老师应该也十几年也蛮久了 那我们在这个一路上的这个时间 阿根廷炭歌对两位老师的意义是什么 希致先讲好了 我先讲嘛 我是2001年开始跳Tango 开始跳了之后才开始学手风琴 开始组乐团 那其实对我来说Tango 我觉得它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情感的一个表达 跟分享 那我从不管从舞蹈还是从音乐都可以看到这些真实的 在历史上各个不同时空的一些情感 然后从这里面会最后其实都还会 还是会看见自己就是我心里面有那个共鸣 才会看见那个让我感动的东西 所以最后我看到的其实是自己 然后这是我从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 泰伟老师呢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自己最主要还是听Tango的音乐 就是如果我在这个聆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有听到Tango的话 那我觉得Tango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乐种 就好像你 它仿佛那一件画面 那一件画面 对就是你光听音乐你都感觉得到那个男女在那边跳舞的那个样子 那个律动的感觉 我觉得它很很有既视感 然后它也它也很火热 所以我对Tango的一个印象是如此 那不同手的Tango会给老师不同的画面的感觉吗 会会会 譬如说甩头的那个力道会不一样啊 不可直接抛接啊什么等等的 那个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演奏的温不温柔 狂不狂野 都会影响到那个画面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很有内见 因为如果是其他的节奏 好像就没有那么有律动或有画面感 那我觉得Tango真的非常的特别 嗯对它真的是很特别 讲座那天西智老师会演奏吗 不会耶 这一天讲座是放音乐 然后还有跟泰文兄的现场的交流跟分享 嗯 嗯嗯好所以如果想要听现场 想要听现场的唱片10月25号要去 想要听现场的演奏11月4号要去 两场都要去 对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上我们探歌杂谈室的节目 那期待这两场的音乐会可以在台大亚送访可以看到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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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